在决定要用附座器具之前 应该想想会不会有其他方法可以帮到长者 例如洗澡的时候 长者可以坐在座翅上用花沙淋浴 取代滥入浴缸减少跌倒机会 然后依照长者的身体状况、能力、需要 和家庭的环境去选合适的附座器具 我们也鼓励长者一起去选购 最好可以亲身试用 看看操作的时候有没有困难和适不适合自己 其次多些听听其他用家的意见和经验 都有在认识产品 购买之前 看清楚包装和说明书 了解使用方法、清洁和保养的资料 如果资料不够详细 或者内容太复杂 不需要急着买 不妨了解清楚才做决定 简讯预良好的服务供应商 如果日后附座器具需要保养、维修 就更有保障了 下一节我会介绍不同种类关于住的附座器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